四三老师有带一个非常特别的乐器来棚内 我们现在请四三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四三老师 好好听哦 四三老师我们这个乐器是什么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这个乐器它的名字叫做Hang H-A-N-G 对 它是一个瑞士人 然后它发明了这个 那这个Hang这个字是伯恩语这样子 所以我们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因为它的造型很像飞碟这样子 可以叫它飞碟谷或者是因为它是用手演奏的叫手碟 手碟 手碟 对 就是飞碟的碟这样子 然后它的概念 就是它是用印度的那种陶冠谷 就是因为用手来演奏 还有一些钢谷的概念来做一个设计 是一个创新的乐器 它是2000年才被发明的 哦 好年轻 对 所以其实每三年 我们看到TIPC给我们带来很多很精彩 全世界最厉害的打击乐 然后其实打击乐也不断推陈出新 有新的乐器出来 是 没错 好咯 每三年一次的大考验又即将来到了 对 老师们其实这个 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对不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快开始的心情如何 既兴奋又紧张 对 因为真的要想的事情好多好多 比如说一个当然要为国争光 对不对 我们要把自己的乐曲要练好 那再来就是这么多精彩的节目 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就是因为这次只有皮克的打击乐团 是来过台湾的 那可能其他的演奏家跟表演团队 是台湾的观众还不是那么熟悉的 所以我们就要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到台湾 所以我们 而且就是我们要利用各个机会 去跟大家推荐跟介绍这样子 当然还要帮这么多的团队筹备乐器 然后我们有一天连 就是在五个地方演八场音乐会 所以其实我们的乐器的需求量 是非常的大的 对 然后这么多团队的时速 怎么一些行政的相关工作 其实都是相当相当的复杂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可是心里还是很紧张 因为总是觉得好像还有疏漏了什么事情 没有做好的 是 其实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八届 也完成参与的就是坤炎老师 对 坤炎老师 你每年的心情都不太一样吗 还是 我觉得每一届 当然对我们来讲很期待是说 我们自己因为身为演奏打击乐的人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可以看到让我们自己耳目一新的演出 那当然也会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自己的演出 不过我觉得刚刚就像思珊讲的就是说 除了我们这些事务性的做好之外 很重要的是把这些国外来的朋友接待好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人非常热情 我们不管去到哪一个地方 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好的款待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的观众来参与 或者是更多的即使是今天第一次来看打击乐的 你看到一个这么精彩的表演 怎么样子在观众席上面给他们掌声喝彩 我觉得那才是让他们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台湾的一个动力 而且也让知道台湾的观众是高水准内行 而且是喜欢打击乐热情的 那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打击乐演奏者最期待的 就是在台湾各地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喜欢打击乐的热情观众给他们掌声 好今年其实最特别的还有一点是你们第一次把这个音乐会拉到了东部去演出吗 我们这一次在台东也有特别安排了场次 我们将会有那个离法国的李洋打击乐团到台东去做巡会 像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很挣扎说 因为要拉一个团体去那边其实就要把所有的舞台乐器都要带过去 可是我觉得周老师一直很希望我们这个整个继续扩大这样子的这个规模 那也让东部的朋友有机会可以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去到高雄或台北来看 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一流的打击乐团 对好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说 我说朱老师真的是又令人敬佩可是又残忍 就鞭策着大家一直往前走 然后每次都说我是玩真的哦 是请大家一起努力这样 对非常谢谢两位老师我们再带来这么精彩的打击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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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国